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自给一般的民众觉得是很熟悉 可是又很陌生的感觉 所以我当初投入主角设计呢 也希望说多介绍 这期的大顿美展它其实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我们在也是大概我评审过里面的几年中 第一次采取这么大的评选团队 而且分成类种这么的多 那来的艺术家他的平均的年纪层 跟多元的那个材料的使用的宽广性 也是历年来少见的这么的丰富 那我们经过很热烈的讨论之后 通过这个阶段呢 我们才能够选出这次好不容易获选出来的 这几位优秀的艺术家 那这几个艺术家的确能够代表我们 近代当代艺术里面 一些新的一些表现的思维 那我们大敦美展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这个台湾少数支持这么多年的地方美展 开始渐渐脱颖而出 变成一个国际性 具有典范代表的一种的一个大型美展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未来可以继续持续发展下去的一个发展的方法 我这张作品提名叫做《阿嬷的老厨房》 是有一次呢到江西物园去从事这个里面 我们期待说透过一个美展 能够把我们的本土的艺术能够推到全世界 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当然我们在总共十一类 十一类今天大家会看到各类的第一名 但是真正大家紧张的是到二十号正式颁奖的时候 还会从十一类的第一名当中再产生大敦奖 只有五个名额 换句话说每一个得到大敦奖的 他可以得到二十四万的奖金 这个在我们国内的美展当中也算是相当高的奖金 所以我们希望大台中市以文化作为我们城市的主轴 能够把这样的美展越办越好 规模越来越大 素质越来越高 重要的桥梁 我希望透过我的字 能够把我所看到的 我所想的 我所感的 能够透过作品传达给观看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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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